前侨委会副委员长现任中原大学客座副教授任洪 日前接受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的邀请 就海外中文教学的发展以及教育改革等议题发表专题演讲 他以多年投身侨教的经验为数位时代的中文教学提出建言 也希望教学品质能够随着数位以及网络科技的发达 达到因材施教的成果 未来的教师的学生程度非常的不一致 所以每个老师受到挑战非常高 所以老师一定要有很强的数位能力 利用数位科技来做更活泼更临时性 更针对你班级的学生的能力和程度不同 而编出来的一个客制化的 我们想想想想客制化的教材 这样的能力一定要有 那教委会的全球华航网呢 一直在努力朝这个方向提供更多的资源 但是老师一定要充分了解资源在哪里 怎么样能够很快的依据你学生的需求 编出一个教材来 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第一个需要有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